吟诗齐句 要能够走向正常 以你一手啊 中国古人说得很好 日出而作 日末而息 这是过的人正常生活 早晨天亮起来了 晚上太阳下山了 可以休息了 中国人懂得养身 植物要休息 晚上睡觉自食 释迦牟尼佛确实 中夜睡眠 他们是打坐 中夜是晚上十点到年点钟 这叫中夜 年点到六点 叫后夜 后夜就要起来了 年年中就要起来了 做早空 这个休息是正常的 随身大自然的作息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大都会里头 他们的生活颠倒了 差不多 天快亮了 这是叫 过夜生活 早晨 早晨什么起来 大概十二点钟 还没醒过来 他过的生活 跟一般人 完全相反 那夜市是谁过的 鬼过的 有人告诉我 我初出家的时候 一个同学 这人非常好 福建人 福州人 跟我童年 明言法诗 出家之后 就学密 在台湾 大西 跟去上司 学历 学密 分一场认真 学密 一定先刻满 十万大头 老师的传理 他好像大概 用十个月的时间 十万大头刻满 学到到第二年 他就告诉我 他原本 学密是想学神通 求神通 我在台中学奖金 他说你那个奖金啊 太慢了 人未必相信 我学神通 一线神通 别人就相信 想的没错 一年之后 他告诉我 他见鬼 鬼道的生活 跟人差不多 晚上五六点钟 街上就又鬼了 他就出现了 什么时候最多呢 九点钟以后 大概到 晚上三点钟 这是鬼最多的时候 到处都是 到早晨 五六点钟的时候 就很稀少了 这鬼跟人的生活差不多 他还遇到他前世的太太 他没结婚 前世的 所以我跟他讲啊 我说你学神通 神通 你学神 你现在跟鬼通了 跟鬼通了 不是好事情 跟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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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情有可言 跟鬼通 不是好事情 真的 他寿命那一关 没转过来 我们的时候 三个同学 三个好朋友 寿命都过不了 四十五岁 四十五岁 四十五岁那一年 三月 前面走了一个 他是五月走的 我在七月 得一场病 所以我晓得 我该走了 四十五岁那一年 所以我也不看医生 也不吃药 我念佛 去往生 念了一个月 病好了 一生没有生过病 没住过院 那他那一关 就没有过去 说明 这个念佛讲经 比 那个念咒 有效 我是 三十三岁出家 开始讲经 到四十五岁 十二年 我讲经 讲了十二年 讲经念佛 这一关 顺利通过了 那两个 都没办法通过 我认识 我认识 我认识